最近有一部电视联系剧挺火的 叫发现惊爵古城 这时有一座传说中的古城 然后在考古学者和摩金校尉后人的代理下 在那发现了鬼动族惊爵女王 一些神秘的文字和咒语等等 这都是想象出来的故事 对吧 可是在我们即将分享的这本书中 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故事 全部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 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 发现时髦古城 在上古神话里 皇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故乡在哪里 始终是众说纷纭 然而一座正在挖掘的超级古城 时髦古城 让人们对揭开皇帝的历史之谜 有了新的期盼 时髦古城 位于陕西省渝林市神木县 高家补镇附近 这座4300年前的古城 有皇城台 内城 外城 三座基本完整的石构城之组成 总面积达到430万平方米 相当于6个故宫 是目前已发现的 我国史前时期 规模最大的城址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时髦古城里 有很多神秘的发现 比如说 头骨坑 瓮城满面的石头城 非常鲜艳的壁画 甚至有人说 其实石毛古城 就是咱们的祖先皇帝 生活的那个昆仑城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开始我们的石毛古城之旅 掌声欢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孙周勇先生 欢迎您 欢迎孙老师 谢谢 大家好 请坐 孙老师还有一个头衔 石毛考古队队长 是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这石毛古城 孙老师是那考古队队长 所以他今天带来的 都是第一手材料 您是从哪年开始 担任这个石毛考古队队长 虽然为世人所知 非常早 但真正的考古工作 启动是2011年 所以如果我担任队长 应该从2011年开始 明白了 那么就是说实际上 真正的考古工作的启动 也就是六年时间 对 但是它里面却有 很多很神奇的发现 我们倒过去说 您刚才讲到 石毛古城的发现 其实是很早的 最早是怎么发现的 1929年的时候 有一位叫萨尔蒙尼的 德国的科隆远东艺术 国务馆派来的代表 它听说北京城外 来了几个农民 是从陕西的榆林府过来 它这次一共收集到 42件玉器 那么后来到1976年的时候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代应新研究员 征集到了127件玉器 从此以后 石毛才为人所知 那就是说 它的发现 是从那个玉器开始的 1976年 是您说的是 咱们的一个考古工作者 对对 戴应新 戴应新先生 戴先生去了以后 就带了很多东西 当然可能片子里头也会放到 就说了好多东西 这个过程 我们也采访了戴先生 我们看看 他是怎么说的 不过去的时候 那群众就黑哑哑的 拍了一大片 拿鱼器的 拿桃器的 拿古北器的 虽然我以前没接触过 龙山的鱼器 我就判断出来 这应该是龙山的 这次接一次 我敲了 大概有几十件鱼器 前后四次 才收了这125件 这个鱼人 也是老乡的 配着 那边卖着 我发现了 这个东西 不错 这个小鱼人 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 这件文物 是被 是定文国家一级文物 头上有发鸡 是吧 侧面的一个形象 是时髦 所有的 现在流散在 海内外的鱼器里头 少见的 人物形象的鱼器 所以这种东西 不是北方的传统 它的来源 应该是南方 你比如说 时髦还发现了 鳄鱼的古板 鳄鱼 我们在黄河流域的 黄河的 几次大拐弯的内侧 怎么会出现 杨子鳄的古板呢 是不是让人 觉得很吃惊 很惊讶 就像在三星堆 还出土 那么大的象牙 是 在四川 你想想 是 他显然是从 南方 交流过来的 因为他要 他要 鳄鱼匹来蒙鼓 来做驼鼓 所以其实文化的交流能力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超乎我们的想象 他能打破时空的 是 而且他互相之间 有影响 世贸遗址 在06年的时候 被列入了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始了 对这次遗址的 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 主要是前期的调查 当然调查的结果 谁都没有想到 这是一次 石破天惊的发现 我想在中国 早期的文明史上 这个遗址 是绝无仅有的 最震惊的一个发现 就是在 世贸发现了 一座大的石头古城 对 这个城址 被确认大概有 400万多平方米 400万平方米 什么概念 400万平方米呢 相当于 60个足球场 60个足球场 怎么打 它全是这样是吗 是 全是用石头雷起来的 是 石头中间是用什么来 给它粘合起来的呢 所有的石头呢 都是 还是比较相当讲究 就是朝外的一面呢 石头全部经过 打磨加工 朝里的一侧呢 稍微是 就是保持原来 砍杂下来的形状 石头和石头之间呢 以这个草拌泥 就是泥土和草 混加起来 也许呢 还有其他的 添加物 来增加它的 粘结度 因为我们也尝试 做了一些修复 我们发现 我们用现在的配方 所做的石头和之间的 粘合呢 经历不了太久的 雨水的冲刷 而四千多年前 古人的这个 垒的这个石墙呢 在我们发掘的 四五年之内呢 四五年这个期间呢 仍然保存得相当好 所以这个很神奇 很神奇 就当时他们用的是 什么粘合剂 是 能够保存这么几千年 丽经几千年 是 而且呢 就是你看 这个石头垒的这个城墙 在墙里发现了很多玉 是 非常偶然 在一天下午 也是雨过天晴之后 然后我们上去巡查的时候呢 就突然发现了 也露出来 因为这个墙 已经暴露了三年时间 在之前呢 也是考古工作者 一刷子一刷子刷过去的 因为它那个土呢 缝隙没有冲刷掉之前呢 这块玉器没有暴露出来 有没有推测 他们为什么 我们的祖先 为什么要在石墙里面 把玉器进去 究竟为什么会在石垢的建筑本体里头藏玉 到我们现在来说 也仍然不好理解 我们现在仍然是奢侈品 仍然玉器很珍贵的东西 为什么要把它像建筑材料一样 藏在石头里头呢 我想呢 有两种可能 时髦的玉器 玉制特别 特别五色斑斓 特别杂 也就是说它的来源是多样性的 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体中心 也就是说一个强权 一个政治中心 很可能是八方来潮 大家来供负的东西 然后呢 又被埋藏在它具有象征意义的 东门 或者黄城台 这样的比较核心 象征权力 象征威严的这种建筑里头 其最终的目的是增加这个城市的 这个神秘性 宗教性 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 构建时髦的上层 也就是统治者的一种 构建它的精神上的一种屏障 时髦古城里发现的东西啊 除了像藏鱼墙这种现象之外 还有一个是让我们觉得很震惊的 就是在那发现了壁画 而且距今四千多年的那壁画 还是很鲜艳 有一段视频可以让我们看到 2012年 时髦遗址初步发掘时 考古队曾经在外城东门遗址发现 在龙山晚期墙铁上绘制的一些壁画 2013年出土的这几处壁画 与2012年发现的壁画时代完全吻合 令考古队员惊讶不已的是 这些壁画已经使用了起稿线 这个壁画呢 它大部分已经从它的墙体上脱落了 已经脱落下来 有一部分掉下来的墙皮还在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到它的图案呢 是比较原始 就几何形的 取齿形的图案 几何图案为主 主要有黄色 红色 褐色 绿色等 经过初步的鉴定呢 它都是矿物质颜料 但是从它的绘制技法上来说呢 它已经开创了中国壁画的艺术的源头 它使用了软笔来勾画线条 用软笔 软笔 相当于后代的毛笔一样 然后呢 它也有了做底稿线 就打草稿的这种意识 一般认为呢 这种做法呢 是在中国的汉唐的壁画里头 壁画木 或者其他的保留下来的壁画艺术里头 才有的这种现象 那么从它的创作这个技法上来说的话 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另外呢 它的这个壁画呢 是目前为止 中国发现体量最大的一批史前壁画 史前壁画 史前壁画 因为它已经有300多块 总面积在数平方米 体量大 体量大 而且就是应该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壁画的一个源头 目前看到的 它不是年代中国壁画最早的 但是在4000年前后 它应该是最大的一批美术史上的重要考古发现 我想这个中国美术史上肯定将来绕不过这一笔 这个是也可以说在从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 所以这绝对是一种艺术的设计 是 这个壁画的话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是4000多年前的了 所以修复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我们看一段这个视频来看看这个壁画是怎么修复的 考古队员将一种专用的药水涂到上在泥土表层的壁画上 然后轻轻揭去 运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精卫基地 进一步清理 拼接 修复 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 以红黄黑绿等颜色汇出集合图案 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尖方 这是龙山时期的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 几何图案是当时北方地区一种流行图案 那么绘制这些壁画使用的颜料 为什么经历了4000多年后依然十分鲜艳 为什么呢 它的颜料用的是什么颜料 为什么能够滤进这么几千年 是 还可以很鲜艳 它不像现在我们的化学颜料 都是矿物质颜料 可是我们也发现有些像类似于赤铁矿 就是可以做那种红褐色的这种颜料 基本上都是一些矿物构成的颜色 所以它基本是用的是矿物颜料 比如绿色就是一种绿泥土 当然有些原料我们现在还 按照现在我们对它的认识 本地不产 本地没有 可能还是从外输入过来的 所以这里面也是还藏着好多未解之谜 好多未解之谜 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未解之谜 就是我先不接这个点 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 在陕西省神木县时髦遗址的这段城墙旁边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土坑 里面集中埋制着四千多年前的 二十四颗人头骨 令人非解的是 人头骨坑里 却没有发现死者身体其他部位的骨头 那么远古的时髦城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饥荒 灾害 疾病 还是战争被后世留下了这样的人头骨坑 这些死者来自哪里 土坑里的人头骨数量 为什么恰好是二十四颗 他们的头骨被埋在这里 其他部位的骨头又在哪里呢 我们去之前呢 当地老乡就给我们讲 这个地方有很多古市啊 他们陕北话 我们陕北话叫古市 就是骨头 发现是其中埋藏的人的头 头颅 身体的其他部位不知道在哪里 身体的 经过科学发掘的身体其他部位还没见到 只是发现了 类似于这样的头骨坑 这样一共大概发现七处 发现七处 每一处有多少颗 就是最先我们发现的这两个头骨坑呢 恰恰都是二十四个 每一个头骨坑都是二十四个 这个让我们很容易去产生联想 这个为什么是二十四 二十四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二十四节气 是不是跟节气 利法有关 其中埋藏的人的头 头颅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自己部落的人 还是外头的俘虏 我们借助这个体制人类学家 给我们给了很好的答案 他们初步鉴定 就是这些被杀掉的 第一个头骨坑里头的 做了一个科学的分析 就是从他的 颅骨的体制特征来分析 是什么人 是我们做了两样分析 一个是先就是最基本的观察 观察的结果是 这些人大部分以未成年的少女居多 都是青年人居多 而且是女性居多 而且她的头颅是被锐气砍砸下来的 就是被生生地砍下来的 它是非正常的死亡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有一部分头颅的整骨部位 还有被烧灼的痕迹 另外一个科学分析 就是它的丝同位素 就是我们做这些人 骨头里头的 能够代表它的 实性结构的这种成分分析 丝 丝 这个化学元素的分析 把它分析的结果 是我们发现被杀掉的这批人 和我们发现的 墓葬里头的人 我们传统意义上可以认为 那些埋葬在时髦遗址里头的人 因为他有随葬品 有生前的财富 这些人应该是主人 最少这两类人的骨头呢 做一个化学成分的去分析 分析以后呢 发现他们有很大的偏离值 他们不属于 他们的实性结构是不一样的 别说这些是外族人 他可能被俘虏过来杀掉的 是这样一种概念 那现在就是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因为什么原因被杀掉 现在还没有一个定义 什么原因被杀掉呢 我们有个解释 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还不好说 有一个推测 我们怀疑他的敌人 也就假设被杀掉的是敌对势力 因为这个城市这么大 十公里长的城墙 仅仅是城墙十公里长 显然他的防御性是第一要务 那么他防的敌人是谁 是不是被杀掉的这批人 就是他潜在的敌人之一呢 如果是的话 现在 就是思同一宿的结果呢 暗示着他的敌人 可能来自于 东北方 就是河北近西北 济西北 济北这个方向 那就有可能是异族 入侵 或者是怎么样 总之是杀掉的是敌人 杀掉是敌人 对 这个石头古城里面 就像类似这样的这个 未解之谜挺多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未解之谜 就是说 这个古城里面的这个黄城台 对 他是不是就预示着 咱们这古城就是 我们的 我们是炎黄子孙嘛 就是皇帝 传说中皇帝居住的这个 他的这个城址 是吗 中间一个区域 那个没标出来 那个应该是黄城台 就是它是一个 我们看是半坡弧状的两道墙 整个将中间围起来 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 那边一面零沟的一个 相对独立的一个大台体 如果形象呢 让我来说的话 我想它就是相当于 中国的金字塔 中国的金字塔 台顶呢 是一个八万平方米 比较平整的一个台地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区域呢 它是一个台子 高出地面的 它是一个自然山某 但是某的顶部呢 相对比较平整 这个平顶有 顶上有八万平米 八万平米 然后最为奇特的是呢 就是它这个台子的周边呢 是拿石头器的城墙 一节一节 给它包裹起来的 就这次临比 一节一节 这样挫上去 往台顶去 那么这样往下 一共大概有 九到十一节 整个绕着 它的一周一周 这样旋转上去 旋转 整整有十一 十一层 九到十一层 九到十一层 也就是说 它已经是 固若金汤 庄严为俄 它本身是一个土山 但周边呢 它把山体 削垂直 然后拿石头 一米多 一米 一米多厚的石墙 给它砌起来 然后再 有一个小平台 再起 整个全部 周围全部 是这样的结构 那么这个城市 从一发现 开始呢 就引起了 历史和考古学界的 高度关注 也有很多写者呢 很快地 将它和我们上古 史中的有些 传说时代的 一些人物 对应起来 最先的一种说法 是它可能和 皇帝有关 那么究竟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 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还不能 排除或者确认 它到底是不是 和皇帝有关 但是毫无疑问 它是北方地区 四千年前后 最大的一个 政体集团 它已经具备了 就是王国 或者都城的 这种所有的因素 我想听听您 个人的看法 你觉得它跟 它是不是皇城 皇城台 皇城台 就皇帝的 对 这个 作为我来说的话 我也有很多的疑惑 就是当地这个老百姓呢 在这个地方 没写过这个名字 村民 只是 这个村子也没 不叫皇城台 它的旁边的 我们叫时髦呢 是因为旁边 最近的一个行政村 叫时髦村 所以以旨得名呢 是根据这个村子来的 究竟是黄色的黄 还是皇帝的黄 因为我们最先的记录里头 我们考古工作者的笔记里头 就习惯写成这个黄 所以呢 但是究竟是不是跟皇帝有关 还是跟其他的早期的 这些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有关 我觉得还是稍微慎重一点好 我们期待将来时髦有时政性的 内政性的资料发现的时候呢 我们来谈他到底是哪一个部族 哪一个 我们三皇五帝里头的哪一位 可能更合适一些 所以这都有待于更新的考古发现 更新的考古资料 就更多的证据 我相信时髦应该是有文字的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 就像您刚才讲的是石破天经 这些就是让人觉得震撼的考古发现 其实仅仅就是在六年的时间里 对 发现的 所以四千年前的文明 被你们的脚步把它惊醒了 但是呢 现在发掘出来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是 它后面还藏着什么 谁也说不好 谁也说不好 对 就像您刚才说的 也可能还有文字 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 就是都很难讲 是 但是我们期待着 期待着 您能带领我们的考古队员 能够有更多的发现 让我们真正的破解 时髦古城 那些未解之谜